我們是全宇宙最棒的超新特工 我們是超新特工 已經不是啦 什麼 現在你們要前往一個新世界 哪都能去的時光飛船 還為你們準備了什麼都能分析的超級儀器 小飛 我可愛的小飛 他可以記下所有事情 我們要去哪啊 你們要去 耕勞世界 快躲起來 刺不刺激 好不好玩 阿妩快看 這塊翼龍的頭骨化石好特別啊 又是翼龍 我們都找過成千上萬頭翼龍了 有什麼稀稀的 有牙齒的沒牙齒的 一邊有牙一邊沒牙的 光是今天我們就找到九十九隻了 還有什麼翼龍沒見過 這隻可不太一樣啊 在幹什麼 快放下 啊 嘟嘟鞋 阿妩 小飞 准备出发 小飞 也要好好记录哦 啊 好啊 阿妩 快看 这些异龙的绘 长得跟化石一模一样 这些是无耻异龙 他们最大的个体 也不过如此 跟我们要找的那只差远了 但他们长得那么像 只要跟着他们 就能遇上我们的目标了 怎么回事啊 快看 那副模样 我们要找的就是他 不过 他的脑袋好像有点不一样啊 等等 像山子一样的头冠 还有他带来的狂蜂 我知道了 他就是传说中的风神翼龙啊 风神翼龙 连名字都那么帅 现在不是朝鲜的时候了 他现在是踢着我们耶 啊 奇怪 风神一龙为什么会放过我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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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又是怎么回事 连掠食恐龙都被吓成这样 它一定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 风神翼龙在地上好帅 阿妩 快看哦 猪猪侠 你能不能找一点心 没看到其他恐龙都吓跑了吗 一头离开了天空的翼龙 有什么好怕的 其他恐龙都跑光了 这是调查的好机会哦 小飞 开始确讨 小飞 确认完成 开始记录风神翼龙生态资料 快跑啊 快跑啊 我还以为翼龙只在天上厉害 没想到在地上跑得更快 搞不好不是翼龙根本不在天上不是 一面才是他的狩猎场 难怪那些恐龙都冒光了 我蹿 这桶甲龙应该能挡住他一会儿吧 怎么跑得那么快啊 来啦 要吗 能敬人 虽然有点对不起甲龙先生 哇 他又飛回來了 雖然現在很危險 但我覺得他真的帥呆了 看來不使出絕招不行了 看招 哇 阿武快跑 快跑 哇哇哇哇哇 別發災了 快跑呀 這裡沒有躲避的地方 怎麼辦呀 小飛 小飛呀 開始分析 前方有大量亂石分布 你們需要彈跳車的幫助 就這樣一鼓作氣衝出去 看我的 路線都被堵死了 小飛 快幫忙想想辦法呀 開始分析 建議利用空中支點進行快速移動 喂 這個計畫的難度也太高了吧 怕什麼 看我的 好 我們要被吃掉了 成功啦 我們要被吃掉了 吃掉了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啊 猪猪猪猩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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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猩� 风神翼龙生态资料记录完毕 耶 任务严满完成 你在干嘛 快把轮子松开啊 轮子 被藤板锁死了 为什么 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的下场 超新特攻 超越时空 我们又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冒险 一起来看看小飞记录的恐龙资料吧 风神翼龙是生活在白厄纪晚期的翼手龙 在地面时身高接近三层龙 展开的双翼比一辆公交车还要长 是目前已知最大的飞行生物 风神翼龙的嘴巴又长又细 一口就能将一辆小汽车叼进嘴中 它的嘴巴里没有牙齿 机关是长在眼眶前上方的 这让它区别于其他的翼龙 风神翼龙的双翼很适合长途滑翔 当它飞在空中时 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架小型飞机 但其实风神翼龙是在地面捕食的 在地面遇上它 可比空中更加的可怕 大家都记住了吗 哇 这只好巨大呀 哇 这只好兴猛哦 猪猪侠 猪猪侠 我找到世界上最特别的恐龙了 它是世界上手指最少的恐龙 只有一根呢 阿妩 我是想调查特别的恐龙 不是特别弱小的 什么 但爪龙哪里弱小了 像只瘦小鸡还只有一根爪子 简直弱爆了好吗 胡说 大自然是公平的 看起来弱小的动物都有在强大的地方 我可看不出来哦 那就试试去调查 北辰大会你输给他 连调查还成功不了呢 嗯 我会输给他 哼 挡着脚 调查他 我肯定手到擒来 阿妩 小飞准备出发 阿妩 小飞准备出发 阿妩 小飞准备出发 哈 阿妩 小飞准备出发 至少 呃 只猪虾 你在干嘛 蓝 decisive låre 身体很小 痕迹肯定也很小 所以我们要贴进地面 寻找线索尤 呵呵 你还挺有办法的嘛 那当然 嗯 小白蚁弱豹了 可恶 看着 好 算了 今天我就不和你们计较了 走了 快看 看那根孤零零的爪子肯定就是单转龙了 找到它太容易了 小飞 开始确认 确认完成 开始记录单爪龙生态资料 这下它就惨了 刚才发生了什么 知道单爪龙的厉害了吧 左臂 他左臂 单爪龙这么小 要是躲起来了 就很难找到它了 我不能输给它的 竹竹侠 你为事吧 我一定要亲自把它捉住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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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还捉弄我 今天我绝对不会放过它 竹竹侠 你别吓它了 你越吓它 它跑得越快 我绝对不会输给它的 竹竹侠 等等啊 阿妩 我们两边堵住它 嗯 啊 目标消失 开始分析 这下你逃不掉了 小飞 啊 什么 竹竹侠 你看到没有 它的单爪 不仅能挖蚁蚀 还能帮助它逃跑呢 简直是太强大了 不就是个小小的单爪吗 让它没地方逃跑不就好了 啊 没地方跑 啊哈 小飞 工程车 嗯 需要搬开大量障碍物 你们需要工程车的帮助 小飞 竹竹侠 你又想干嘛 嘿嘿嘿 你就坐着看好了 哈哈哈哈 这下没树给你爬 看你往哪儿跑 竹竹侠 你挺有办法的嘛 好了好了 我们赶紧调查探吧 小飞 没有树你是爬不出去的 还是乖乖的让我们调查吧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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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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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被掐住了 BB 目标丢失 丹爪龙升开资料记录99% 好吧 我承认他的逃跑能力太强了 是我输了 差一点就可以完成记录了 这也太可惜了吧 丹爪龙升态资料记录完毕 想不到 我们最后要靠小小的白鱼 才能完成任务啊 超新特工超越时空 我们又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冒险 一起来看看小飞记录的恐龙资料吧 丹爪龙是生活在晚白恶纪时期的杂氏星空龙 真正只有一根爪子的丹爪龙是在中国发现的临河爪龙 他的身体只有一只鸡那么大 丹爪龙头小眼睛大 骨头非常轻盈 还有一双矫的大长腿和帮他平衡身体的长尾巴 跑起来就像方一样快 但丹爪龙最明显的特征 还是他那只有一个爪子的前肢 但是这个爪子不成比例的大 蚂蚁穴找蚂蚁吃就全靠它了 丹爪龙的龙骨秃与鸟类的龙骨秃几乎一样 所以有科学家推测 它可能是一种原始鸟 很有可能就是现代家禽类的祖先呢 红红的衣裳大大的肚腩 爱爱的鸽子高高的能量 谁不知道我就是猪猪虾 还有一棒一棒好伙伴 猪猪虾希望往往往 我帮你不用商量 猪猪虾猪一半 想给我一根棒棒糖 我爱冒险我们有担当 猪猪虾猪虾 猪猪虾